Tarama Salata是一道希腊美食 材料包括雪鱼籽又成鱼籽酱或鱼卵 把它和马铃薯或面包混合在一起 我们用的是面包 然后把材料做成泥状 雪鱼籽的希腊语是Tarama 所以Tarama Salata是雪鱼籽砂绿 这和平常看到的粉红色不同 它是接近肉色的粉红色 我们把材料放进搅拌器 这就是成品 我们不放任何的奶油芝士 蛋黄酱或奶油在我们的食品里 所以这是很天然的一道菜 味道很像洋葱火卡虾面包 跟一种魔幻般的奶油 混合而成的一道菜 口感在顺滑和粘稠之间 第二道菜是烤鱼鱼 我们不会腌制这条鱼 它是新鲜空运过来的 我们放上烤架 淋上特级出炸橄榄油 然后撒上有机的海盐和牛制 味道便会自然地散发出来 鲦鱼来自地中海 来自希腊 它的味道和其他海洋的鱼不同 因为地中海海域 盐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那里来的鱼味道会不一样 我们开始烤鱼 我们涂上橄榄油 然后加上柠檬和牛制 橄榄油来自我们的农场 它属于我父家已经有五百年之久 是世代相传 我们的橄榄油是未经过过滤的油 烤好后鲦鱼马上可以上桌 这条鱼的肉要和皮一起吃 因为鱼皮烤得太好了 味道很纯净 你懂吗 因为可以尝到海鲜 一点的柠檬 橄榄油 你可以尝到海洋的味道 轮到主角登场了 烤章鱼 在烤架上 把章鱼爪烤至微焦 烤好后摆盘 再淋上橄榄油和醋 新鲜的章鱼比较硬 比冰冻过水煮蒸煮或任何一种处理方式的都还要硬 所以我们采用中和的方法煮出不会太硬或太软的章鱼 淋上优质的特级出榨橄榄油 烤章鱼无需其他配料就可以上桌了 因为这样才能尝出章鱼的鲜味和品质 章鱼的肉质感觉很扎实 当你吃墨鱼或苏冬食 口感会很弹牙 有嚼劲 这不是坏事 就是比较弹牙 这个则肉质很扎实 这更像是结实的螃蟹肉 也像龙虾肉 但肉质比它们还要结实